幼稚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乌子 大家应该经常在日常生活中看到 玻璃这种材质吧 那玻璃这种东西呢 因为它耐用又美观 现在被广泛地运用在现代社会的各种领域 但是大家知道 玻璃这个东西要怎么制作吗 诶 诶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之前我在玩minecraft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沙子挖起来 放进熔爐里面加热 诶 就可以得到玻璃 所以呢 我就不禁去想啊 沙子 熔爐 我这不是都有吗 我如果就这样子 把沙子放进熔爐里面加热 会不会真的就得到玻璃了呢 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吧 那熔爐这个东西啊 因为它使用的时候温度非常高 所以建议不要在室内 我们到楼下去 OK 我们到院子这边来了 我们立刻就来开始实验吧 那我们这次要烧的沙子呢 诶咻 是之前特地去海边挖来的这种细沙 我觉得这种 应该就是minecraft里面 我们最常用到的沙子了 所以用这个来烧 应该就可以了吧 我们知道 OK 好来 那我们就立刻来烧烧看吧 那量不要太多 不然烧起来会有点久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小的干锅 OK 这样子应该就够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先在这个熔爐里面 先加一些木炭 让它整个温度可以拉起来 那炭的量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接下来 哈 我们就来把沙子放进去了 那经由上次自己尝试铸造的经验呢 这个东西它应该是相对安全一点啦 所以我们防护装备 就不用像上次那样穿到整套的防火衣 我们就把重点部位把它保护住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防热手套穿起来 我们试着来把我们这个沙子装进去啦 OK OK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让沙子在里面好好的加热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火力盛开 接着呢 直接把它盖起来 那我们就第一次测试哦 直接把海边挖到的沙 把它放进去加热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烧起来 能不能得到玻璃 OK 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吧 OK 各位 我们默默的 已经在这边烧了一个小时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现在里面炉子整个是红通通的 然后我们那一碗沙也是整个都已经红掉了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 它没有要融化的迹象 它只是红掉而已 我们稍微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好了 打开 哇 各位 里面整个是一片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沙子 这个沙子看起来好美哦 它在那边一直露出一些很奇妙的红光 但是基本上它看起来没有要融化的迹象 你们看 虽然说我剥起来的时候 它底下是红的 但是它还是保持沙子的状态 一点都没有要融化 还是说这个沙子的融点 比我们这个熔炉还要更高啊 诶 等一下我查一下做个功课 OK 为什么沙子可以烧成玻璃呢 这是因为沙子里面它主要的成分 叫做二氧化系 它二氧化系这个东西在高温底下融解了之后 再冷却下来凝固在一起 就会变成我们常见的玻璃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有那么的添加物 但主要就是这个二氧化系 那二氧化系它的融点是多少勒 诶 两千度 哈哈 两千度 那我们这个炉子我记得我当初买的时候 它可以融到铜 所以差不多它里面呢 一线温度大概14001500那边 所以呢 看起来我们就这样 如果直接把沙子拿进去 这样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烧 应该是没有办法让它融化的 所以呢 我必须要增加一些添加物 来让它的融点下降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去一趟化工行 把我们需要用这些材料买回来 碳酸钠跟氧化钙 诶 我上网查到的资料是这样子 只要在沙子里面呢 加入碳酸钠这个东西 就可以把它融点 从两千度以上 下降到差不多一千粒一千粒那边 但是呢 加入碳酸钠这个东西之后 它的那个沙子融化之后 居然会变得让水可以透过去 那各位知道我们一般的玻璃 是不会透水的嘛 这是为什么呢 诶 这是因为加了 噔噔 氧化钙 好来 那我们就量一下吧 那根据我查到的资料呢 这些添加物的总比例 不能超过总体整理的30% 所以我们大概抓个70-30% 我们抓个140克的沙子好了 OK 140克的沙子 那这样子氧化钙跟碳酸钠 各30克 OK 再来是氧化钙也是30克 好 那接着呢 就是把这杯混合物啊 把它给它弄均匀 然后倒进去再给它重烧一遍 OK 这样子把它混合均匀了之后呢 我们要来把我们这一卤啊 重新把它加温 OK 各位 它温度又拉上来了 哇 这龙壶真的很强耶 来来来 我们现在把这些 刚刚调配好的这些 把它倒进去 接着呢 我们要请君入瓮啦 来吧来吧 放进去 戴着格勒手套 真的能感受到那个热度啊 我们走第二次实验 开始 OK 各位 又经过了一个小时 哇 天色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 那我刚从上面这样子看的时候呢 它里面是整个一片通红的 然后你们看到那个沙子 有没有 感觉它好像已经有 离那个碗的边缘稍微比较近一点 感觉好像是流过去的 所以呢 我觉得 我想要先把它开封 看一下里面的状况 打开 哇 它整个好像 面包一样整个蓬起来是怎样 我们来戳戳看 它的感觉 它的感觉 不像刚刚的沙子了 它真的很像那个面包耶 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 它整个这样子蓬起来耶 然后你们看这边 它这个斜度 它是真的有在流动的感觉耶 我们是不是有点成功啦 它 等一下 等一下 它 它 它里面 硬掉了 硬很快 硬很快 等一下 我们再补碳 我们再多烧一下 哇 OK 那我们稍微到里面 瞧一个位置 瞧给这个碗 来 再放回去 OK 呃 撒 啊 各位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 刚刚那个触感 完全 不是沙子耶 真的很像那个 那个面包一样 这样子 噗 这样子可以压下去的耶 可以感觉里面好像 好像 真的有在进行一些化学反应耶 来来来来 我们继续 烧 我们继续等 好 各位 又过了一个小时了 我们看一下 里面现在是什么状况 哇塞 里面那个碳都已经快要烧煤了 诶 我怎么感觉好像 好像 怎么感觉好像就只有极限了 你看 其实 已经有一个软软的感觉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液态呢 我们先试着稍微把它夹一点起来看一下 出来 出来 OK 夹起来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 样子了就是 它的表面其实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湿润 然后有一点点亮亮的 基本上它还是一个沙子的感觉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随便海边挖来这个沙啊 它的杂质还是比较多的 它没有那么纯的一些玻璃的物质在里面 所以造成我们这样子明明温度有到了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整个烧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 刚刚啊我去化工行的时候 其实除了我们这个碳酸钠跟氧化钙之外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没错 你们现在手上看到的这包白粉就是 二氧化系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玻璃的主要材质 那我们本来拿沙子来烧玻璃 就是要把沙子里面那个二氧化系给它烧融出来 但是呢 我刚去化工行看到整包的这种二氧化系 我就直接买来啦 我就在想 沙子不存嘛 二氧化系那百分之百的二氧化系啊 那如果我们直接把二氧化系 加上刚刚买回的这个碳酸钠跟氧化钙 是不是就有更高的机会可以得到玻璃了呢 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各位刚刚折腾了一小阵子啊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这碗沙已经跟那个碗 它已经几乎要融合一体了 它们已经几乎 没办法分割了 所以我觉得我再去找一个干锅 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二氧化系 放到干锅里面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看 有没有办法把那两个放在一起烧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的各位我们最后呢 选用上次的这个石墨干锅 那我们刚刚已经把二氧化系 碳酸钠还有氧化钙已经混合好了 全部都是白色的 我们把里面的这个继续烤的沙子拿出来 看起来还是刚刚那个状态 OK 没你的事了 一边去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罐 直接把它放进去 一样把它关起来 好 那就让它在里面加热吧 那我这一次加热的时间 我觉得应该也是两个小时起跳啦 所以呢 刚刚看着这个火在那边一直喷一直喷 我就觉得 本来它火总是要喷的嘛 不然我们来利用一下这个火好了 没错 我们在上面把它架一个烤盘 我们直接拿那个火来烤肉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各位 啊 我已经不到过了几个小时了 但总之呢我们现在时间晚上快12点了 我们今天拍这个影片已经拍了快12个小时了 我的天 那总之呢我们刚刚看了一下里面 它里面已经是整个一片红通通的 我已经看不出来里面到底什么状态了 那我觉得应该已经可以了啦 就是烧这么久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先把盖子拿开 哇 你看这个连盖子都是红的啊 20 OK 你们看 各位还记得它本来高度是在这边 然后已经整个降到下面去了 我觉得好像很有机会 来 我们把它搓搓看 好软 好软好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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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软度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我大概三个小时前偷搓它 就差不多也是这个软度 我们就试着把它挖一点出来 然后放在那边 然后拿铁锤稍微把它压一下 看看能不能压出类似玻璃 那种感觉 你看你看你看 它已经有点 它已经液化了 它液化了 好啦 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直接把那个饼把它抓出来 来 打扁 好 它已经比较扁一点了 你们看它边边 这个真的是玻璃丝的感觉 哇 整块看起来好像麦芽糖一样 等一下我要弄个水把它冷却一下 来来来来来 我们直接把它丢到水里面去 下去 可以了可以了 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真的是玻璃的感觉 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变成咖啡色的 各位有看到其实它拿出来的时候 有点像是乳白色的 然后混浊的 看起来有点像 老残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很像可乐糖 那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说它是玻璃 我觉得跟我们政治中的那种 透明很漂亮的玻璃 其实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我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家的化合物的比例不对 还是因为我把它放在这个铁盘子上面 所以它整个脏掉 那它现在虽然说看起来有点脏脏的 但我觉得这应该是玻璃啦 我们拿个什么东西来敲敲看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声音 我把它敲 我把它敲碎了 我真的自己把玻璃做出来了吗 太酷了吧 等一下里面还有一些 我把它再挖出来 然后我们就直接让它在这个上面冷却看看 挖出来 那个流动的样子 跟我们之前在做那个鲁伯特之类的时候 其实很像耶 你看这里 不过我这样子一拿出来看了才发现 其实它本来 这边就已经是咖啡色的了 为什么它那边是咖啡色的 还是木炭掉到里面去了 没有啊 我里面 这次没有放什么太多木炭啊 烧焦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颜色了 会烧出核色的感觉 是因为在这个烧制的过程中 它整个化合物里面加入了硫化物 那我在想硫化物是哪里来的 应该就是我们上一次在熔铝罐的时候 那个铝罐表面的那些漆料 被火烧一烧就跑出一堆杂质 然后那些杂质我们清不干净 就留在这干锅上面 诶 这一次就一混进去了 结果它就变成这样子 脏脏的颜色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熔炉的温度 可以再把它拉得更高一点的话 这一盆沙 应该也是有机会 直接把它烧成像这样的状态了 它表面其实已经有一点点那种 亮亮的那种金属光泽了 那个沙子本来是长这样子的 有没有 差非常多耶 而且你看它这个沙子烧完之后 是有一点点绿色的喔 代表这个沙子里面 铁值的含量很多 因为如果在烧制玻璃的时候 加入一些铁喔 它就呈现绿色的色调 哇 我忽然很想要把这个熔炉换掉耶 就是在动用一些 我们付费会员赞助的费用喔 直接升级一个 可以拉到maybe两三千度的那种炉 那感觉我们就可以做很多更好玩的东西了 好啦 总之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尝试的 把沙子丢到熔炉里面烧成玻璃 哇 这个真的是可以办到的 但是也没那么简单的 因为第一个你要把温度拉到一千五百度以上喔 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器材 而且你也不是随便路边挖个沙子去烧 就可以烧出漂亮玻璃喔 你要去调配它那些化学物的比例 然后看要怎么抓才能烧出又漂亮又干净的玻璃 真的是非常的难 哇 以前的人怎么能够掌握这些化合物的比例啊 真的是太强了 太强了 OK 好啦 那今天就这样啦 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分享 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 你可以点旁边的小观光 或者去我的胡子Live跟Instagram看一下喔 那今天就这样啦 我是胡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